长荣罢工进入第四天,旅游业不满遭到突袭式罢工波及,打算到空服员罢工静坐现场抗争表达愤怒。 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肖伯仁说, 这次罢工是长荣劳资争议引起,旅行社却要在罢工发生之后帮忙处理后续问题, 旅客跟旅行业都直接受害,希望能表达无辜受害第三者的心声。 预计在今天开会之后再决定是否要抗争。